理性思维 自我反思 全马首创的佛教时事论坛 我们约定佛山论见 全马首创 佛教反思 交流激荡 你谈我谈 大家谈 大家早上好 欢迎再次聆听榴莲台的这个佛山论见 我们还是样要的 我们的尊敬的文老师来到这现场 然后我们主要 这个主要谈的是 我想先从这个复佛爱道这个题目开始 因为自清用他的主题 就是应对 如何应对复佛爱道 然后我们都知道 现代产业别人标签为所谓的复佛爱道 然后文老师你也提起过说 一般台湾佛教都不太怎么的去理 这些复佛爱道 然后我的立场 我的个人立场 基本上应该就是这样 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 即便是要讨论复佛爱道科体 也要借这个机会来匡振自己 减好自己的不足 因为我记得 吉典菩萨在入菩萨行动里 入菩萨行动里有讲说 他说如果全世界都充满那个刺的话 你不需要一根一根去把它拔起 你只要穿上舒适的皮鞋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比喻相当好 那文老师您的看法呢 我想起来 就是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宗教信仰自由是第一自由 其实思想的自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思想的自由 其实就是应当要尊重差异 然后我想在现在的全世界 所有的世俗的 对于世俗的政府也好 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基本上政府没有权利 或是他会紧锁那个界限 去尊重别人的信仰自由 表达的自由 但是事实上宗教本身 它的是非是非常难定的 因为宗教本身除了 它一方面是个人的体验之外 它还牵涉到神秘的体验的部分 那神秘的体验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验证的 很主观 对 而且可能对一个人来说 那个体验是真的 可是对别人来说 他可能觉得那是迷信 他是胡说八道 他是不可信的 可是 你如何去判定别人的经验是假的呢 而且事实上就人类的经验来说 尤其是宗教信仰的经验来说 即使我们以人类学来看 或宗教人类学来看 它的系谱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从万有什么有灵论 然后到什么基童 然后还是 或说什么入定 什么在异界定里面看到神 看到鬼 看到什么 就是或是说 甚至像我们佛教这样 有所谓的正果 或是说开悟正果 或是这一类的 那就是 就是 因为 像英文法师的那个 我的宗教观里面 他其实有谈到 就是说 因为宗教之所以会宗教 就是因为他有神秘的经验 所以他才会成为宗教 所以 因为他是神秘的经验 所以他更应当有 具有 怎么说 他有 他有很大的差异化存在 那所以他不应当被 而且信仰之就是允许这个差异化的 多远存在 对对对 从最高到最低的 是的 就像言论自由 你允许 最糟糕的言论 也可以允许 别人谩骂你 对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尊重 我们可以 就是说 其实应该这样说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 最内在的 那个经验 有时候是很难跟别人说的 说出来别人也很难相信的 甚至可以这样说 我们很尤其是在宗教上 宗教的宗教 宗教的语言 它是很多是比喻性的 因为他有 宗教很多东西 他无法用 一般社会上的言说去说清楚 他不能用理性的言 就是物理的科学的那种语言去说 有时候他会用一些比喻的方式来说 那说了以后 就是譬如说 我的意思是说 宗教的语言并不是一般的语言 所以他也有可能会被误解 或说被错解 所以 不知道怎么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本来就 不知道怎么说 他应当是每一个人的自由 非常非常内在的自由的一种表达 那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自由表达 有时候是 像譬如说佛会 佛会说 我所说的都不是 或者说 怎么说 难以言喧 或者说 叫做 叫做什么 言语道断 心情触灭 然后 或者说 我所说的都不是 甚至有人说什么 若有人说佛有所说法 其实是棒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好 我真正要讲的重点是说 人的宗教信仰 其实是人内在的自由的 灵魂的一种表现 它有时候是不容易被别人了解的 好 那所以 与其 我们去 如果 我们认为说 别人的宗教体验是虚假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暴力的 一种 一种行为 而且甚至我们会要求 如果有人要求政府 立法管制 或者让佛团有这个执法权 那就更加的 对 严重 而且会打开了一个 对 不知道会引来什么的大门 对的 对的 所以说 为什么说宗教信仰自由是第一自由 如果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话 如果一个国家 它不容许宗教信仰自由的话 那它会干涉到别人的灵魂的状态 这里我看到一些名词 定义上跟使用上的不同 比如说 我们汉传佛教圈子 喜欢用一个字典 就是复佛外道 可是我觉得 比复佛外道的危害性更严重 是英文的cult cult就是类似邪教 我觉得那个 导师我们应该要去多家去注意跟防范的 可是我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而是把 把那个力量集中在打击这些 跟我们 因为他用了我们佛教的名字 所以我们觉得被侵犯了 那可是 影响蛊惑人心最多的 邪教我们反而不理 所以我觉得这里有这样的 双重标准跟落差 是 呃 泽忠你怎么看 我们应该立法管制吗 还是 你不赞成这样的 如果是讲的邪教 那 当然它是破坏公序良俗 对 它会带来社会 引起社会动荡 那当然有法律对峙 是 他如果犯法的话 如果只是一些所谓的 呃 我们讲的异端 那么异端的判断 它的本位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 嗯 谁有资格证明 它本位一定正确 嗯 那如果 以这个本位立场 来做判决 而又获得 呃 政治力量 和这个法律力量 那会不会权力过大 嗯 是的 嗯 过大权力带来 带来必然 必然 这个这个权力带来腐化嘛 嗯 集权的权力 一定带来什么 嗯 会变成 呃 成生吗 嗯 会变成反而 用意成佛吗 可能吗 嗯 我会觉得无论是什么 把那个 呃 那个关注点 放回一个 一个人 作为人性 或者是 社会角度来看 才比较正确 嗯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 与其 花大力气 去批判 嗯 复佛外道 不如花同样力气 来自我检讨 嗯 我们佛教自己做得够不够 嗯 是不是过于迷信思想 是不是过于甩弄名词 嗯 对于 呃 佛弟子的那个认知 呃 是不是就此就满足 嗯 那不是更好吗 是 那如果 真的好像话说回头 你们 你刚才提出的 还要通过政府来立法管制 我那天在论坛也提过 第一个问题 你能确保这个宗教 内部都团结吗 嗯 如果不团结 是某一个自派拿到了这个权利 嗯 其他自派 是更安全 是更危险 危险的权利 对 第二 是更敏感的 马来西亚哪一个宗教的权利最大 嗯 你开了这条 这个门出来 刚才你说 会引来不知 不知后 不知怎么样后果 嗯 坦白说 知道的 很明显 很明显 对 你非我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对 然后你把它排出去 是 对 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觉得你对完吗 如果另一个宗教 也这样看的话呢 佛教还在吗 嗯 这个行为到底 互佛还是灭佛 是是是 我想这个例子 如果我们以中国的情况 中国大陆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事实上 它是已经发生的 是 我想中国大陆 呃 我们如果说 他在打击邪教 这个历史当中 最最开头 当然是从 镇压法轮功开始 是 法轮功是 开始就是邪教嘛 对 被 然后之后你看 他的 一直到现在 他的 新的宗教事务条例 所管制的 不但是 新的 基督教的教派 乃至于到最后 你看他连 正 正统的 正统的 被 以前被他认为是 合法的宗教 是是是 他都不让小孩子 进 进那个 主日学 对对对 然后所有的 所有的宗教都要 接受党的领导 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 他当 挂党期 唱党歌 超乎这类的 对对对对 非常的严重 对 就是说 当你让政治 可以去介入 宗教的事务 让一个 宗教的政协 是由政府来判断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的宗教 几乎已经 到达了末日了 而且连佛佛转世 对于他何准的话 对 那就完了 是的 所有佛佛转世 他立一个法 要政府来 来认可 对不对 然后一致于达党 必须要宣布说 我下一辈转世 一定不会在中国 可是到时候 中国还是要规定说 他要立一个达党 你有他的办法 是 对不对 班上都有的建立 对 相当危险的一个例子 不如我呼吁听众们 自己去找找资料 找些资料研究 叫历史 是 历史上到底是 被定名为 邪教异端的 对社会危害大呢 还是对付 他的那个团体 他的手法 更显入人性的邪恶 对对对 你觉得很清楚了 对 对 来 你也神经说规矩话说 我们论坛当中 有一部分人是 赞成政府 去立法管制 这个所谓的护府外道 还不是邪教 护府外道一样 有一些 一般的知识分子 是不太赞成这样的 这个建议的 这种 是一种护教的心态 回想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也会偏向说 政府应该来管这些的 这些就是乱讲话的人来的 可是经过自己 在学习的过程中 不断成长 不断的开拓视野 去看的时候 那尤其 在 我不晓得阿罕里面 有没有这部经典 不过在南传上中部的尼克 也 真知不有 这部经典 叫Kalama Sutta 借拉摩经 借拉摩经里面 佛陀就讲 这个 自由的思考 那佛陀说 不要因为是一个圣人讲的 就接受它 不要因为是 经典流传下来 就接受它 不要因为是传统等等 就接受它 那我们去 亲自体验过了 是对自己好 对别人好的 才接受它 即使是佛陀所教的 那这个Kalama Sutta的精神 应该是被我们佛教徒 去秉持的一个精神 那我也时常把自己丢到 不同的环境 比如讲说 我愿意进一步了解 现代禅 是什么 那我也到神学院去上课 那我也听这个回教电台 我都把自己丢到 不同的环境去 我是认为说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理解 自己的选择 是很肯定的话 我们是不怕 任何外面的事情 过来挑战我们 而且当我们很坦白的 面对自己的话 如果外面的挑战进来是 在让我们质疑 我们的信念 那那个我们就要重新去 检视我这个信念 是不是要修正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很坦白的 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信仰的时候 我没有必要去抗拒 任何的 复佛 或者非复佛的 这个信仰进来 是的 今天他是复佛也好 外道也好 他是邪教也好 他是基督教 伊斯兰教都好 如果他冲击了 我的思维 我的信念 那我就很坦白 很老实的去检视 再重新做选择 那在现今的社会 已经不再是圆堂 这种自由学风 很重要 那佛陀展现的就是自由学风 我们从佛陀的十大地址看到 十大地址都是不一样的个性的 那如果佛陀允许十大地址 不一样的个性 展现不一样的道风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只能够有 局限在某一方面 这个是从宗教角度去看 那从历史 从这个权力的角度去看 我很认同说 当我们给了政府权力过后 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第一在以马来西亚的例子 马来西亚的政府 没有足够的这个能力 跟知识去辨别 什么叫正信佛教 什么叫复复外道 那纵使政府有能力去辨别呢 我也不认同 因为我们在国内看到了 当宗教被某个单位 当宗教被某个单位 拥有了独一的话语权的时候 那那个宗教思想是被险制的 那那个宗教就变成死的宗教 不再是活的宗教 那其他不同的立场呢 就不能够被自由的谈论 所以我是不认同 这个立法来管制复佛外道 当然刚才我老师提到的 中国的现象呢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那当然有些人也跟我们讲 这个是什么 什么这个Photoshop的照片 什么东西 可是空穴来风 四处有因 我是选择相信我们看到的资料 不怀疑有些资料是假的 比如讲说那个炸毁 佛菩萨像那些 有些是那个照片的综合 的确是有这种现象 当我们给政府权力来管制宗教事宜的时候 那个是我们自己自找麻烦 自找麻烦 所以我是不认同 那很多佛教界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子的立场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权力交给政府 而且在教内我们更应该做的是 不是做消防员 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救火 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救火 我们应该做的是更加回到根本的信徒教育 当我们有信徒教育过后 不管你是复佛还是 是复佛外道还是外道还是邪教 那如果我们信徒的这个证件建立起来过后 那个是不能摧毁我们的信仰 当然我们来看教界这些年来 在教育的工作这一块呢 是很欠缺的 这个是我们教内必须 放更大的努力下去 去做这个教育的 那我时常在我的一些课程里面就问 问听众 请他们做一个对比 我会问他们 请问你附近有多少间佛教道场 那可能一个地区就只那么一间 多久一次红法会 可能一个月一次 可能三个月一次 那就问他们 你附近有多少间教堂 可能三间可能五间 随便一条街 电路楼上九间教堂 那我再问他们 请问他们多久一次的布道会 每个星期天 一间佛教道场 一个月到三个月才一次的红法会 三五间的基督教堂 每个星期都布道会 请问哪一个在自己的宗教教育做得更杂实 不用去批评外道 不用去批评复佛外道 我们先来看自己做得够还是不够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俊达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 或许我们更大胆的 不只说我们不要 不应该禁止复佛外道的 在本地的弘扬 或者他们的活动 反正我们有些东西是值得向他们学习的 我老师会不会认为这样 所以哪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提醒我们 然后向内关照 然后可以学习的呢 我想接着那个俊达兄讲的那个 我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看别的宗教的谈话 像台湾有很多宗教电视台 其实我也很喜欢看佛教的 我喜欢看进攻法师的说法 讲经的录影带 可是我也喜欢台湾有一个叫做 叫做好消息电视台 他们都是讲基督教的 有些牧师的那个讲圣经 或者他们的见证 非常非常的精彩 然后而且我自己过去 在当记者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一个节目 就专门访问不同的 台湾的不同的宗教 大大小小的 甚至像包含日本的 还有一种类似新宗教 传到台湾来的 还有传统的一贯道也好 就是各式各样 天主教基督教 所谓的正派的 或是大大小小的 还有什么巴哈伊 我都访问过 巴哈伊 所以我其实是会认为说 我们去跟不同宗教的人做对话 看看他们是怎么表达 他们的信仰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拓我们眼界的 欢喜的事 对 尤其是像譬如说 其实上我特别喜欢基督教 而且我们现在才也曾经 跟新一神宣宣宣做过对谈 我觉得说不同的宗教 他们 我觉得所有在追求宗教的人 我们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 发现自己的错谬 然后发现 我们应当福音的道 或是真理是什么 然后可是 我们的错谬是一样的 基督徒有基督徒所发现的错谬 我们有发现自己的错谬 有不同的角度 然后我们所 我们那个归顺的对象 会有不同的表达 我甚至会觉得说 基督徒他们表达的东西 其实也是我们有的经验 可是那个经验 是我们说不出来的 他说出了我们 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我们更应当去做宗教交谈 甚至我觉得说 我们即使我们讲 不管是妈祖也好 或是我们现在新兴的 任何一个宗教 我觉得以其 我们先看到他 我们排斥他 恐惧他 觉得威胁 对他觉得被他威胁 不如我们去跟他 就是交朋友 跟他交流 把我们的信仰的看法 跟他谈 甚至毫无 毫无隐晦的 甚至我们可以 就是在尊重他的 尊重他的正确的可能性 在他们的前提之下 跟他们做批判性的交流 是 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也好 对于我们也好 其实都是很好的学习 而事实上 你看我们李老师 在跟心意神学院交流的时候 我们的李老师的态度 是这样子 我 我其实是向你学习的 但是我也愿意 把我的看法跟你交流 如果 如果我被你说服的话 我 我应当要有一个勇气 去回忆基督教 因为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 追寻真理的人 他应当要的态度 他 他不需要保护他的真理 他应当 真理不需要被保护 我觉得 对 如果 真理和 我们所信仰的上帝 是不需要我们去保护的 对 如果 我们所认为的真理 需要被我们被保护的话 其实我们是怀疑他的 对 而且是上帝跟宗教 比我们更小 对 我就是荒谬的 我觉得 对 这是很大的一个 是的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即使我们去看到 那些民间信仰 好 譬如说 妈祖 妈祖 我真的 我对 我对妈祖特别有兴趣 因为台湾的妈祖的背后 其实是观音 对 内店是观音 外店是妈祖 都一样 全世界各地都一样 对 而且传统的妈祖庙 它是什么 他的住持是出家人 出家人 对 所以他其实是一种佛教 他是内佛外道 外道 里面是佛 外面是道 那可见的 其实我觉得 那个 俊达兄 你所那个叫做 金鸾 慈爱佛学会 我觉得你们是另外一种 你知道吗 你们是内在是 那个叫 外在是 那个 现代人的办公室的问题 情感的问题 的确 就是他跟 跟那个 内在是观世音菩萨 外在是 祝生娘娘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他有 他的内在的 不执着的核心 跟外在众生的需求 我觉得这是一个 传统的中国佛教信仰 他的那个类型 我觉得可以很 你会看到 我其实真的看到 在 俊达兄 你那个 真的是 其实是可以 那个转移到这里来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本来就可以 兼容并蓄 但是我们可以 不失我们的 内在的 那个核心 那个信仰 而且 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 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的信仰 是需要被保护的 我们应当 早一点扬弃它 信仰不适合我们 对 绝对 要是说 因为我在 我们在西班牙 做这个宗教教育的时候 我感觉到 我去天主教的教堂 看他们唱 对 圣歌的时候 我体会那种 潜身心是一样的 是 那种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对 只不过在不同的场所 不同的宗教的标签 表达出来 对 然后 天主教的神父过来 佛教的禅修 一起打坐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感觉 感觉特别的和谐 是 所谓的什么宗教大同啊 世界一家 就是在那边体现出来 对 马来西亚本来就是应该 一个很多元化的国家 本来就是 最适合做宗教交流 我们却做宗教排斥的 这种工作 我觉得是有点 有点稍微的 本末倒进 其实当我们把 所有宗教放在一起 来讨论 包括宗教里面的 比较异端的教派 放在同一个平台 来讨论的时候 我们没有必要 就说我们都是一样的 是的 这句话是很没有知识 对 很敷衍的一种 的一种 的一种说法 包括可能我们自己 也搞不清自己的教义 我们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展现不一样的面貌 可是在这个不一样里面 我们怎么找去 找出我们可以 随喜 可以赞叹的 共同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的 共同点 和我们可以随喜赞叹 可能我们这里没有 而别人有的 这一块是 这一块是 应该让我们去 认真的看待 当我们在跟别的宗教交流的时候 应该有的立场 包括刚才 整位有提到说 即使复复外道里面 也有优点 这个是我绝对赞成的 我看到的一点 举例子 因为我曾经是一贯道的道清 到现在 我还是赞叹一贯道 在他的信徒 他的道清的培训 他们的道清的那种 彬彬有礼 对 他们的前程 对 这个是我们佛教界 真的是很惭愧的 那如果是说 这个儒家思想的残阳 大概儒家的这个 的这个美德 都在一贯道里面 被展现出来了 而且 如果以佛教界来讲 大概唯一 这个礼貌 这个礼仪 可以跟一贯道比得上的 大概就有慈悸吧 大概就只有慈悸人 他们的展现的这个礼仪 是可以跟一贯道比得上的 其他的佛教道题还差得远 那他们的这个美德 我们是应该 我们是应该去给他 随喜参叹的 对 而不是因为 他的知见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完全去否定 他一切的价值 对 是的 而且我觉得 我听 应该达兰玛说吧 他说我的宗教就是慈悲 那密立日巴尊者也说 我的宗教是今生 无言无 生死无悔 他没有说我的宗教是佛教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佛教的宽容 是应该 本来就有的宽容 是应该被 被发扬 被推展出来 谢谢 刘仲你怎么看 在这边有补充的吗 没有补充 对这方面的 各位 把我想要讲了 讲了出来 我一直强调 以前这个节目也提过 其实就是主要是检讨自己 自己做的足不足 那老作为把上方保健 释出屁 你这个行为跟心态 就是邪恶了 对啊 思想暴力 思想暴力 我们就这一期就谈到这边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 那我们下一期再会 谢谢整位主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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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